北京时间9月24日,近日妹妹称达米安·莉拉德可能是当今NBA球员中的说唱第一人,对此洛杉矶湖人新秀凯尔·库兹马泽透露朗佐鲍尔的说唱也不错。 近日Hyper Beast Music发推写道, 达米安·莉拉德你可能是第一位真正会玩儿rap的NBA球员了火焰的表情。 对此,湖人新秀库兹马显得有些不服,他转发了这条推特并回复说, Osh Soar鲍尔签名球鞋名称的说唱也不错。 其实鲍尔爱说唱早已不是新闻,早在今年5月初就有消息称, 鲍尔发布了一首说唱单曲,名为DC The Dom X Soar Free Smoke Remix,并在歌中预言, 再过几个月,我会住进豪宅里,车子新鲜正亮,而且我的全身还会带满珠宝。 果不其然,在2017年选秀大会上,他被湖人选为榜眼秀和湖人签下4年3347万美元新秀合同, 还推出了自己的签名鞋款,的确是一夜暴富。 在今年7月中旬,他早期在车里表演说唱的视频也遭到曝光。 正所谓当今兵的就是综合实力,跨界的鲍尔未必能在说唱上达到利拉德的高度, 但他无疑是契合洛杉矶这座浮华都市的未来发展不可限量。 吃妹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